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吗 真的 这不正常吗 穿红内裤你如果说要辟邪我还能理解 但是你如果说要全身上下穿红一点 因为那个场合你觉得特别危险 那难道穿红的不是更显眼更亮眼更容易招惹危险吗 一般动物它要感觉到一个地方危险 它的伪装应该是让自己融入环境越平淡越好 它这个是叫做虚张声势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很单纯的只是因为我精神太差了 我昨天半夜回到北京 你想脸色好看一下 我现在是严重时差 我是那个美国加荷兰的混合型 美洲时差加那个欧洲时差 再加上以前我在亚洲本身就已经自己在过着一个有时差的日子 就是这种三种混合型时差 所以我已经几个24个超过24个小时没睡觉了 所以只好这个也虚张声势一下 你这样的状态上我们节目是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 当然是负责任 为了表示负责任连内裤也是穿红的 学名了 这你倒会透视 我跟你说 本来中国的颜色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红旗是红色的 红色在传统中国人心目中是能辟邪党煞的 都有这么一种心理 是吗 但是呢 饶使我们这个共和红 这个红 在今天的这个年代 热门话题都变了色了 你知道这两天聊的是什么颜色 叫金 不是一般的金 是土豪金 就iPhone的那个金 iPhone iPhone的那个 iPhone 就说这个库克 终于找准了中国村的这个心理 中国 现在他推出的这个土豪金 比那个在中关村那边卖 比那个别的色的那个贵 三千块钱 三千到四千块钱 真的卖得出去吗 火呀 都要土豪金 真的 那个金还真的那么多人要 对 他就抓住了中国人号这个金 多难看啊 那个金 那个金 iPhone 没错 没错 这所以就是 而且呢 本身现在啊 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聊这个这个这个土豪金 土豪现在成了一个这个热门话题 你知道吗 关键字 关键字 什么东西 东西前面一定要加个土豪两个字 那你怎么理解土豪 你觉得什么叫土豪 其实我觉得就是土豪 我觉得现在又有点点太过了 像现在微信上面不是很多那种那种专家写很多专栏吗 那最近我在研究红酒 那像他们就会介绍很多的酒器 例如怎么开酒器呀 醒酒器呀 杯子呀 各种东西 那其实那些真的是一些 有一些是高科技的发明 有一些真的是很棒很棒的 很优雅的东西 但是人家就写说 你如果没有拥有这些东西的话 你就称不上土豪了 所以现在土豪这两个字到底是拿来骂人 还是称赞人 我也不知道 但是只要你跟土豪没有称上关系的话 你就不够土豪 这个 夸一个东西好 还得夸他够土豪 没错 所以说你提的一个问题很好 我觉得就是 今天就是土豪红 土豪红 也有点精吧 对 你看我还有 不够精 他是这样 我现在感觉着这个网上的这些对土豪的这些调侃 我觉得他是什么呢 爱也是他 恨也是他 嘲笑也是他 羡慕也是他 这个没有土豪是不行的 你知道现在就是 就是大家聊这个土豪的这个行为 成了一个就是你不了土豪你没别的可聊了 什么意思 怎么会呢 哎呦 你说现在就这两天聊这个什么丈母娘送这个四百万给女婿 就四百万这个叫宾利欧入这个 我这个媒体都聊的都烂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但是就不厌其烦的 说说说从这个里边产生多少种创作 你看到没有 就是啊 我天最后还说是假新闻 不是 就是说这个记者出来 丈母娘这个丈母娘受不了了吗 丈母娘说求求大家放过我们吧 对吧 然后这个这个有人 你知道现在这个我们中共部门啊 非常重视民意啊 就这个报道一出来 管他是官还是民 这都管他上 对马鞋山就查了 马鞋山有什么好查的呢 你现在在网上 你只要成为一个热点 这个当地政府 那就当成头等大使 对 结果一查呀 说这个这个在哪 说这是在那酒店吗 说不是在那个酒店 说是那一天吗 不是那一天 说在哪啊 结果就发现 然后这个记者就出来说了 说这个事肯定是有的 但是我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啊 我做了技术性处理 所以所以现在就就就就就就 闹成这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奇怪 就假如是个平民百姓 他们家就是有钱 就是要爱送这个 呃 给女婿四百万 那那官政府什么事 他查什么呢 那以后这么讲 不就有些地方 要是微博上闹大了 真比如说真的 这回有一个人 帅的惊动党中央 那常委还真的开会 这个人得好好查查 这就这就叫愚情 愚情 你知道吗 现在任何一个 我估计地方政府部门啊 对他来说 头等大事就是愚情 因为你会发现呢 现在谁别出名 人怕出名猪怕状 你一出名 当官的就丢了乌纱帽 你发现没有 你北京这个村官 这不是办婚礼吗 先甭你贪不贪 那是另一回事 那是代查 一查当然多办 总有点事 对吧 你一办盛大婚礼 光机老百姓一议论 就是停职检查 或者怎么着 就得马上处理你 但这我就不明白了 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 今天我们所讲的土豪文化 土豪现象 因为土豪其实这个特点 被认为就是喜欢炫耀 其实土豪是等于是当年的炫富 演变出来的这么一种状态 那他还炫耀什么呢 假如说你炫耀就会被注意 被注意你就会遭殃 那干嘛还要去干 这种土豪干的事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按照道理讲 我们今天应该像什么呢 像明朝末年那种 就明朝晚年 那种状况是什么状况呢 明朝晚年你知道就是 也有很多土豪嘛 也不要讲土豪有钱人 但是明朝的有钱人都怕被注意 就从开国以来 朱元璋的时候就这样 怕被盯住 怕被注意 所以呢尽量的呢 都是买起来 这个尽量这个钱呢 不要花在民处 然后呢他们的品位 你比如说像民事家具 就不是雕金弃银的 讲究什么 讲究你看平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木头用的是什么木头 这个弓子怎么做 这个线条怎么画 都是在这种地方才出现 我们讲的雅致品味 它其实是一种因为要把财富藏起来 然后畸形发展出来的东西 那以今天中国 如果我们真的都那么要打贪 那么怕被老百姓盯住了 那应该我们的富豪也往这个方向发展才对 其实我觉得土豪这两个字 就像刚才文桃讲的 我觉得里面有很大的羡慕嫉妒跟恨在里面 今天真正被拿上台面叫土豪的东西 其实他一点都不土 他也不好 他可能真的很豪 但是他不一定很土 但是你为了 因为你得不到他 兵力 现在 你不是寻常老百姓家能够有兵力 但是兵力现在一拿出来就成了土豪 兵力真的土真的豪吗 他真的很好 但是他并不是很土 人家这个造车企业文化 是很值得我们尊重的 但是现在只要一拿出来讲兵力 就觉得特土特豪 但是你现在只要一提到车 如果不是兵力的话 你根本都不要跟我提车的事情了 所以现在这个 你刚才讲到说 这就一个婚宴 送一辆车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新闻还分上半段 还有下半段 下半段是什么呢 就讲说因为这个丈母娘送了车 所以在现场有个小伙子 心里特别不平衡 喝醉了之后 直接站起来指着自己爸妈妈说 你都没一百万 你把我生出来干什么 你不是坑爹 你坑儿啊 说的他爸爸妈妈 自残行贿 抬不起头了 但我反而觉得 这后半段的新闻 有造假的嫌疑 这个新闻真是现在 我觉得现在真假难辨 但是你现在只能这么想 就说我们看不到什么真的新闻 我认为就是我的同行们 早就跟我一样 早都沦落了 我认为就是 都在讲口水 但是你要讲一个 本质的真实 当年你知道 我们有一种体材 叫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呢 就属于一种很有意思 当年现在还有 还有 一种很有意思的文体 当时就在讨论 就包括文学里头 允许有多少文学虚构的成分 反正要最夸张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就提出一个 就是说 他反映了本质的真实 所以我认为今天 他们这种新闻 你看有没有这种事 是有的 可是他别的地方都造假了 这个本质的真实 很有意思 就是说 对 其实他反映的是一种 就是我们民间 倒不是说真有这些土豪 发生了什么事件 那么巨细民意的被扑光了 而是透过这种描写 反映的 与其说是真有这种事 倒不是说是老百姓心目中的 一种状态 老百姓喜欢议论 看到 所以你这不就做诗嘛 叫什么呢 李白成州江玉行 看见土豪忙喊停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说历史一再重演 为什么说以史为鉴 为什么说见古之心 因为历史演变 有它经久不变的逻辑 既然历史有逻辑 那么全球未来发展的趋势 当然可以根据逻辑加以研判 新世界的未来怎么看 当代伟大的政治家李光耀告诉您 李光耀观天下这本书 为您剖析新世纪各国兴衰趋势 想知道吗 让石启平为您介绍 北京银行时评大财经 星期四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其实我也同意广美的感受 就是说很多人你不管说什么 我都觉得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 我们不能忘了 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 就私有财产 个人公民个人有处置他个人财产的权利 大家就是说 也就是说他要送一兵力 他送什么 他烧了这兵力 也是他自己的权利 当然这个事就分两面说了 首先是这事人家就这么干了 对吧 另一件事呢 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说 他这个品位太差 他不是说兵力的品位差 他是说 送兵力这样的 这种炫耀吧 炫耀吧 这种这种啊 让大家看的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大家觉得土在这儿 而且还牵涉一点 就是他还表达了一种 大家对土豪背后的一种 伦理现象的看法 就是说 这个丈母娘 是为了表示 对这个女婿 说答谢她 说你对我女儿这么好 我就送个兵力给你 打谢是鼓励她 鼓励她 就像这样看 他等于是 把一个夫妻双方的感情 如何增进 如何更好 变成是一个 我用送个四百万的车 来来来奖励你 然后这个女婿呢 当场下跪痛哭呢 就是好像我对你女儿好 就全靠你给了我这个车 就老百姓心目中 本来就对今天的中国 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什么关系 都是情感关系 都建立在金钱上面 那于是呢 这个故事 其实是大家用来 说这种感情 就说这种看法 就是你看 这帮有钱人 像他们哪有什么 真感情呢 他们的感情 就是建立在这个东西上 对 其实不一定 当然不一定 所以咱们就说 没有人关心 真正的事实是什么 你只是在说 你爱说的话 比如说真正的事实 对吧 他这个婚礼的现场 难道这个女婿 她真的是因为 送了一辆宾利 就给丈母娘下跪吗 她是好几个气氛 融合在一起的 你见过中国那种婚礼吗 往往弄的 这个小两口 要向这个岳父岳母大人 感谢敬茶 那个时候呢 岳父岳母大人 就要给孩子 说一些嘱咐的话 每当这个时候 他们就容易哭 对吧 其实我估计 而且他本来也就得贵 本来哭 估计他没送这个兵力 他也会哭 那个时候有一种特殊的气氛 那么又加上一个兵力 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对 所以本来哭的还更惨烈一些 对 就由于送了兵力 他反而不太 不太好意思 哭得那么猛了 就 没错 这这男儿膝下有黄金 贵的都是土豪金 本来他也要贵的 你知道吗 他敬茶中国的 所以我再就说 这个中国的这个婚礼 我真是有点看不下去 当然 广美的婚礼是很美好的 很多婚礼 你又不在那 你怎么知道 那一定的 你的品位 我们信得过 土豪红 跟土豪金 就是说 很多婚礼是很美好的 婚姻也是很美好的 但是可能 我这个眼比较浊 怎么我看到的 现在中国的这个婚礼 就是那么个 极各种不舒服 与之大成 我跟你讲 台上的台下的 我就没见谁真舒服了 你知道吗 他弄那个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就是台上还哭 笑 就是台底下吃喝 最后还喝醉了 对吧 到最后 谁也不认识谁 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来干什么来了 你这也是羡慕嫉妒恨 就像刚才广美讲 你就是嫉妒那些土豪金的婚礼 你没听过一个段子 一句话 现在讲到说 曾经有一个做富二代的机会 摆在我的眼前 可惜我的爸爸没有抓紧他 你就是你爸爸没抓紧这个机会 你现在恨了 还真是 可是光美你觉得这种像这种婚礼 刚刚文涛讲这种情况多吗 说这种婚礼搞得那么的奢华 什么 说真的 我比较糟糕 我有那个孤独症 所以我不是太喜欢参加这个婚上喜庆 所以我其实目睹的并不是太多 那其实就我以前在台湾参加的一些婚礼 如果我真的会去的话 一定是我非常好的姐妹的婚礼 我是会全程参与的 台湾人的婚礼 你们刚才还在讲特别繁复琐碎的 就是早上五点钟起来开始 四点多起来化妆 为什么 因为七点钟要迎娶 迎娶就是你要到家里面去 迎娶你的那个太太 然后你要拜别父母 那个地方其实通常是我最感动的 就是女儿在拜别父母的时候 那种真情流露 那种哭 那个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哭 然后你看那个爸爸 那种不舍的那种眼泪 然后偷偷的擦眼泪 我觉得那个才是婚礼最精华 最美好的部分 对 所以实际上这个丈母娘 她是把严肃问题用俗话 本来这个小两口就跟他们父母亲 这个时候往往是要哭的 但是你偏偏这时候 拍出一辆 兵力 就破题为笑 这就像今天中国的很多晚会一样 你知道吗 她真动动动的 那个情绪很古怪 情绪很古怪 对不对 她用一个这个物质的一个 因为你想想看 本来像广美刚才讲 本来那种婚姻 它里面的那个情绪是很复杂的 就她当然有一对新人很高兴 但是你想想看 一对新的一个新的家庭的成立 就意味着原来的两个家庭的一个成员出去了 是影响了两个家庭 那个那个状况其实是很复杂的 我一直我常常你刚才一讲 我就想起来以前看小金安二郎 一部电影《秋刀鱼之味》 到了最后那个爸爸 立志重演那个爸爸 就是他他太太找死了 然后孩子们都希望他续弦 怕他孤独 那么他一直不愿意 因为他要陪着他女儿 最后就一个女儿跟着他 还有一个小儿子 那个女儿照顾他 照顾他 那女儿呢 其实有好几次机会 也都放弃了 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爸爸 觉得要看好这个爸爸 但这个爸爸后来骗这个女儿 让他们以为自己外面找个办了 放死进去吧 结果原来是假的 然后这时候这个女儿就 但已经已经要出嫁了 然后出嫁那天 然后也是那种日本式 那种婚礼状 也是他们也是有仪式的 那跪下来跟爸爸感谢 你几十年来的照顾 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现在走了 然后到了晚上 那个戏的结尾 就是那个老人回到家 然后就一个人坐在桌下 点那个上那种灯 五六十年代 那黑白件 点一个灯 就说今天很清凉了 那就削苹果皮一个人 就你想想看那种场面 那种感觉 就是婚姻是牵涉到很复杂的东西 它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它的确是两个家庭的事 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讲 它真的影响了原来两个家庭 你想想看 腔腔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光美就刚从美国回来 在美国库克就跟他说了一下 为什么设计这个土豪金 是吗 他怎么讲 他托梦给我的了 我相信他们设计这个土豪金 我觉得它真的是受到中国的市场影响 因为当苹果的5出来 iPhone 5出来的时候 坊间出现了两只限量版的手机 一只是粉色土豪粉 另外一只就是土豪金 号称是限量版 那是什么 那真的是iPhone吗 而且那只 是假的吧 那个粉色跟金色的iPhone 还是iPhone 5的两倍的价钱 你说是真的iPhone 他们真的有粉红色 真的有一只粉红色 有一只金色 因为有人送给我 我又转送出去了 因为我实在是拿不出手 结果后来拿那只金色 土豪金送出去了 那只我讲的是前一代的 前一代 前一代有出货金色吗 你听我说完嘛 所以就是因为有人送了 一只粉色一只金色给我 我讲他还告诉我 这是限量版 这个可是什么 很难买得到什么什么东西 后来我转送出去了 其中那只金色的 我的那个朋友 把它给摔坏了 摔坏了之后 他拿去维修的时候 人家跟他讲说 对不起你这不是原厂的 我们没有办法维修 他说什么意思 叫不是原厂 这是你们限量版的 他说不是 这个是你们后来 自己买回去之后改装 改盒 三寨 三寨 里面基辛 里面是一样的 他改了外的壳 对 但是他卖了两倍的价 库克是超中国人的设计 没错 就三寨我们的土豪金 广美今天为我国 做出重大贡献 这个土豪金的原版版权 在中国人手里 没错没错 库克是超市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可是你回想一下 你觉得库克 他们今天苹果这个做法 我有时候会想 乔布斯要是活着的话 一定不赞成 因为乔布斯的整个美学 就是很干净 很简约要白 要越低调越好 他恨不得 那个苹果的标都白到 白到就是看不见为止 结果你今天 他一 撕骨未寒 你给他来个土豪金 对 他得跳起来 没准将来这个宾利欧路 拿去一修的时候 说对不起 我们不能修 这个车改装过 用这个壳 这叫土豪壳 不是咱们 这个壳是拿到的 是吧 可是你刚刚讲 刚刚王美说那种车 本来人家有个 很好的一个传统文化 我也觉得 像宝马本来是很好车 奥迪也是很好的车 但问题是今天 为什么这些车都变成 一种很负面的感觉 给人一种 我想是因为 你真的 我们平常看新闻 很容易注意到一些 什么开宝马乱状 贪官 怎么开 开奥迪 等等 就是说那些开车的人 其实不是全部开 这些车的人都这样 可能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但是因为他们 正好他们开这种车 开的车的时候 干了这种事 结果就败坏了那个东西 所以说土豪金 并不是说你真的用金的东西 就很土豪 也不是说你开什么车 就很土豪 土豪是种传染病 是种文化 是种由于你土豪 你把这个车用的很土豪 这个金带的很土豪 它就被你污染了 你开宝马造势逃逸 跟你开QQ造势逃逸 那个感觉 耸动性就觉得宝马耸动很多 感觉开宝马那人就坏很多 是是是 所以他们说什么叫土豪 一个定义哈 就是他有本事 把任何世界名牌 穿出地摊货的份 对对对对 都像三里屯 对对 这个土豪按这个标准来分量 你能详细很多明星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当年人家观众就说 我穿的是地摊货 说是文道 就算是 感谢观看